那芋泥包跟我平常在Seven能夠買到的芋泥包 喝起來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過它的芋泥餡真的算是還蠻多蠻紮實的 芋泥流心的部分沒有做得很突出 嗯? 那一口咬下去呢 有吃到芋泥 但是完全沒有吃到肉鬆耶 那其實是把肉鬆混在芋泥裡面 哇!好甜 可是前面吃一兩口 真的是蠻好吃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是一系列的聯名商品 欸等等等等 不是你們想的那個人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是Seven在近期跟Youtuber酷推出的一系列芋頭商品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超級芋頭控 什麼芋頭牛奶啦 芋泥包啦 blahblah 甚至 吃火鍋 都是把芋頭加爆的那種人 在聽到這個消息呢 非常的開心 因為知道酷呢 也是一個非常熱愛芋頭的Youtuber 甚至呢 大家還稱他為芋頭教主 這次呢一共推出五樣新品 只不過呢 其中有一款 芋頭冰沙 是到4月19號才會上市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開箱其他的四款新品 一起來看看吧 胖 胖 胖 嘿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四樣新品 其實有蠻多種種類的 就包括有用蒸的芋泥包 那也有一般的麵包還有甜點等等的 第一個呢是芋泥閃電泡芋 那再來是芋泥肉鬆華爾滋 再來 是這個剛剛 油燙燙剛剛蒸好的芋泥包 最後一個呢是芋泥流星可送 那我自己覺得裡面最期待的應該會是 是芋泥閃電泡芋吧 比較少吃到芋泥做的泡芋 那第一個呢 我覺得應該要先來吃點熱的 所以我們就先從芋泥包開始 啊好燙燙 就是有時候如果 肚子沒有很餓的時候 又想要吃點 澱粉類的東西 那我就會拿芋泥包來吃 那我們來打開看看 哇 還在冒煙耶 芋泥包跟我平常在7.7能夠買到的芋泥包 喝起來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過它的芋泥餡真的算是還蠻多蠻紮實的 那我們就直接吃吃看吧 整體來說呢 還蠻好吃的 就是它的芋泥餡的部分呢 很快就化開了 它是很綿密的 吃下去的時候會帶有一點點芋頭沙沙的感覺 不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奇美的芋泥包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 大概就是這個口味 所以它不會到難吃 只不過沒有讓我感覺到很驚豔 然後它的芋泥香呢 其實還蠻濃郁的 而且不會很甜 第二個話呢 我們來吃個可頌好了 這可頌我覺得它蠻特別的是呢 它除了可以這樣子直接吃之外呢 也可以進烤箱 然後也可以進氣炸鍋 就是它的吃法其實有蠻多種的 今天呢就直接吃 看它直接吃起來口感是怎麼樣 先說第一口咬下去之後呢 其實比較像是在吃一個比較紮實一點的可頌 實際上吃下去之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切面的部分 它不是我們想像中 咬下去會有點爆漿啊 甚至會流出來的那種芋泥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它的芋泥味其實還蠻不明顯的 有芋泥的口感 吃到第二口的部分呢 我覺得那個芋泥的味道就有比較出來一點了 它大概是會在咬下去的兩三秒之後 稍微有一些芋泥的香氣跑出來 那還是以可頌的味道為主啦 那甜味的部分呢 也像剛剛的芋泥包一樣 只有加糖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吃健康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選擇的啦 只是以我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芋泥流心的部分沒有做得很突出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小小的失望啦 我覺得剛剛的芋泥包比較好吃一點 好了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開箱這次酷的主打商品 那我們先吃麵包的花椒好了 一陣麵包還蠻大的 那我們就直接吃吃看囉 第一口咬下去呢 有吃到芋泥 但是完全沒有吃到肉鬆耶 喔我看到了 它其實是把肉鬆混在芋泥裡面 所以呢大部分其實還是以芋泥為主 但是你在咬芋泥的時候呢 可能會吃到一點淡淡的肉鬆香氣 那我們再往裡面吃吃看 吃到第二口呢 其實我覺得跟第一口是差不多的 就肉鬆的味道還是算蠻不明顯的 不過我覺得這樣其實也算是一個優點啦 就畢竟呢 它還是想要以芋泥為主嘛 所以它加少量的肉鬆我覺得算是一個提味啦 我覺得它的餡料不到很足 它先切一半之後呢 在最尾端這個底層的部分 它才會有這個肉鬆還有芋泥 所以這個麵包呢 它並不是一個甜麵包 它其實還比較像 鹹麵包一點點 接下來呢要來開箱 最後一個了 就是我最期待的芋泥閃電泡芙 那我們現在看到它外觀的部分呢 非常的可愛 其實它比我想像中的要大個 然後裡面有兩個 然後它這個外面呢 有淋上一層這個芋泥的醬 我覺得這個醬應該是有做過一些調味的 然後是把它做成比較硬勢的醬 好 然後就直接吃囉 哇 好甜 可是前面吃一兩口 真的是蠻好吃的 主要是你一開始在吃的時候呢 第一口咬下去會有點驚慌 這也太甜了吧 但是第二口加上裡面的芋泥餡之後呢 其實反而好像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它裡面的芋泥餡呢是冰的 再往下吃應該會好一點點 我認為它的甜味呢 是來自於表面的這一層芋泥醬 如果它少吃一點外面這一層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好蠻多 不會那麼甜 嗯 沒錯 我覺得它裡面的那個內餡 裡面的芋泥是很好吃的 冰冰涼涼的 然後又不會太甜 很好吃 真的很綿密 然後比前面幾款的芋泥呢 吃起來都還要再更蓬鬆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外面這一層 真的是太甜了 我們再給它一次機會 換邊 這樣吃吃看 嗯 這個咬到第三口第四口之後 那個甜度 真的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我真的是一個已經非常喜歡喝甜的人 我真是每天都要喝手搖飲的那種 但 這個甜度我自己 覺得有一點點沒有辦法接受了 撇除掉外面那一層的話呢 就很完美 好啦那今天的芋泥開箱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整體來說呢水準之上 但是沒有驚喜感 我覺得可頌它真的是要拿去烤啊 或者是拿去炸或者是蒸 應該都會比較好吃一點 就這樣子常溫吃的話呢 因為它的內餡沒有辦法流出來 好像沒有再吃芋泥的那種感覺 但是去7-mine呢 又通常是想要馬上開來就吃嘛 以可頌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稍微有點可惜 再來說到華爾滋的部分 個人口味的問題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是沒有那麼喜歡吃純麵包的 它有一半以上呢 全部都是麵包 那我是覺得餡料有一點點偏少啦 那再來是閃電泡芙的部分 有那麼一點點的可惜 我覺得 如果沒有外面那一層的話 就好完美 我自己就會非常非常的喜歡吃 會可能無聊想到 就會去買兩個來吃吃看的那種 不過呢 我倒是還蠻期待 在4月9號出的芋泥冰沙 芋泥的飲料呢 我絕對是要喝爆 所以等到到時候上市呢 再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還想看我開箱什麼樣的新品呢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我們就下集見吧 掰掰 我們下集見的影片